一生肖鼠猴 生肖猴在今年的流年运不差 但是却一直没能遇到什么惊喜 这可能就是因为生肖猴的运势味道 所以生活显得也比较平淡 不过二月上旬生肖猴便会有大运来袭 让鼠猴的人在二月上旬这段时间里 有横财 有大奖 不愁没钱花 生肖猴快来接财了 二生肖猴 鼠猴的人在2023是三合流年 再加上又有华盖和三台两颗大大的吉星高照 使得他们这一年财运旺盛 运气也特别的好 尤其是在今年的春节期间 他们当中会有很多的人都会在年会上中奖 而且中的还是大数目的奖 这对于鼠猴人来说真的是太开心了 鼠猴的人平常也比较喜欢凑个热闹 那么在过春节的时候肯定也不会闲着 比如跟家人或者朋友们一起打打小牌什么的 还别说就他们今年这样的好运势加上好运气 赢钱是必须的 不过说真的鼠猴的人一向就比较慷慨 即使打牌输点钱也不会放在心上 因为他们是天生的乐天派 可就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往往赢钱的几率才高呢 三生肖杨鼠杨人胆大欣喜 是难得的全财 他们遇到困难能够迎难直上 如果在平时的职场上工作则能够细心规划 努力把失误率降低到最小 往往经过数年发展他们便可以登上行业高位 职场上春风得意 财富不缺 春节前他们的运气特好 事业上有升职机会 可拿到丰厚的年终福利 同时可发横财 开奖发财 四生肖虎属虎的人工作能力超强 悠有实干精神 再加上他们的运势也是很不错的 不管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方面 都算得上是拔尖的 所以有很多的属虎人不是当领导就是当老板 那么属虎的人在狗年里面又是一个胜运之年 他们的财运好到爆 就今年春节来说 他们里面有很多人在跟亲戚朋友一起打牌的时候 赢钱的几率就很高 这对于不太擅长打牌的他们来说 几乎完全靠的是财运和运气 要是依靠牌记的话 恐怕会输得一塌糊涂 而且属虎的人在春节期间中奖率也是很高的 不管是在公司年会 还是平常外面的一些活动 他们都是可以中奖的 虎虎们可要高兴了 五生肖属猪 生肖猪在今年的运势平平看起来似乎不会有什么好运一样 生肖猪在之前的生活显得也不是很好 一直没能遇到过什么惊喜 但是在二月上旬生肖猪却有大运来袭 让属猪的人有横财 有大奖 发财又中奖 还怕没钱花吗 属猪的人快来接财吧 六生肖属属 生肖属今年的运势平平 之前生肖属属的人甚至还遇到了一些麻烦 从而导致生肖属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加 但是在进入二月上旬之后 生肖属便会转运 在这段时间里生肖属有横财 有大奖 若能把握机会生肖属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所以生肖属一定要来接这笔横财